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 通常在樱花季节里 日本人还会把樱花融入食物当中做成料理 这种饮食文化每年的四月间 其实在本地的日本餐馆也找得到 今天要带你到一家日式咖啡馆 品尝两道融合樱花的义式和风料理 这家日式cafe地点非常特别 它就常在商场日本食事区里面的一个角落 要到cafe必须先穿入其他的餐馆 才找得到目的地 没有仔细留意还可能会错过哦 餐馆窗明激进 明亮的采光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温暖大地色系的摆设 抓住女性顾客的心 很适合找三五好友聚餐 或是与心爱的人约会 主厨 Osamu Takashima 曾在东京最高人气的cafe任职 配合浪漫的樱花季节 它设计出这道樱花白菜意大利面 首先先将意大利面煮到完美的al dente 蒜蓉 橄榄油和辣椒干爆香 加入意式培跟pancetta 白酒 腌制樱花水和上汤 烹煮出一锅清香四溢的樱花汤底 最后再拌入意大利面 微咸的樱花汤底加入白菜稍微炒香 上桌前用新鲜鱼和樱花做装饰 这道充满春天气息的意大利面 可以上桌啰 它的外形独特 雪白的鱼鱼覆盖意大利面 用叉子翻搅一下 蒜香四溢的面条 挑逗着你的五感 非常的好吃 我觉得说 那个Sakura的味道呢 其实你在吃进去过后 是不会怎么感觉到的 它其实是在前面的一个体味 然后就是有一种花的那个清新的香味 然后真正在后面散发出来的 那个重的味道呢 其实是这个培根 还有那个小鱼鱼的起那个作用 而且那个面烫得非常的恰到好处 所以它真的就是整个的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可以感受到就是那个很香的肉味 还有那个海洋的鲜味 非常的棒 第二道是义式水煮鱼Aqua Pazza 这是一道源自意大利拿坡里的乡土料理 当地人会把白肉的红鞘鱼 蛤蜊等贝类海鲜的蔬菜 加上橄榄油和番茄还有香料 会煮成这道料理 主厨加入了一个烤的步骤 包包里加上樱花 再放进烤箱烤15分钟 确保打开包包后的义式水煮鱼 添了一份樱花冬阳味 这白鱼它的口感 是非常扎实的 但是呢 因为它在这个高温之下 然后呢 再闷在这个袋子里面 而且呢 它的这些配料就是海鲜啊 然后还有这个Sakura的那个汤汁 所以呢 它就呈现一个非常富有层次感的一个口感 就是你可以尝到 同时尝到那个海鲜的鲜味 然后呢 还有这个Sakura的那个清香味 而且呢 它整个吃起来的感觉 就好像是在喝那个蔬菜海鲜浓汤一样 非常的香 樱花的花期很短 通常只有一个礼拜 有时天不作美 下了一场春雨过后 樱花花瓣就会散落一地 所幸的是 我们还有机会通过料理 延长樱花的香气和美丽 下个樱花季 别忘了睁大眼睛 仔细发掘这些难得的季节性料理哦 啊